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不焦虑呢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经济 我跟你说就是一塌糊涂 碧桂园已经爆雷了 中职集团爆雷了 公务员减薪 教师队伍裁员 广播电视崩盘 你哪有好的呀 你各个企业更完蛋了 大家怎么能不焦虑呢 我们广播电视那些五六十岁的人 给你一笔钱现在让你回家呀 怎么过呀 每个月2590在上海呀 一个大男人呢 怎么过请问 他怎么可能不焦虑呢 他还一世赶个屁呀 这个社会就是特别有本事的人 现在还可以 活得还可以 请问谁是特别有本事的人 我老公他们外企大量财源 给你一笔十几二十万 你就回家 你以为呢 太难了 我们中国人怎么能不焦虑呢 我到美国我才知道 人家被啥不焦虑 发达得要死 开车开50公里 旁边的稻田 没有看到一个农民 全是机械化大风产 我们真的是 还是比人家落后太多了 真的别在那自吹自擂了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